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普利格人突然坠机身亡 随机人员包括了瓦格纳创始人之一 指挥官乌特金在内的所有高层领导 这是谁杀的呢? 一点重重 大家好,我是萧英华 据当地时间8月23日 瓦格纳一个叫灰色地带的电报频道声称 普利格人已经身亡,被俄罗斯的叛徒杀害 并且证实普利格人已经在坠机事故中身亡了 这个叫灰色地带的电报频道声称 是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 俄罗斯的英雄,祖国的真正爱国者 他的死即便是在地狱 也将是最好的荣耀属于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也证实 实施飞机坠毁在特威尔州 大家知道,泰瓦尔州是俄罗斯欧洲部分最大的州之一 无以莫斯科西北方向 距离莫斯科仅仅只有167公里 并且水路、公路、铁路、航空四通发达 大家要问,威特尔州在俄罗斯的府地 而且在莫斯科附近有重兵把守 当天的天气又非常的正常 普利格林乘坐的飞机怎么就突然逝世了呢 而且在随同普利格林同机的人员中 还有瓦格纳另一位创始人 指挥官吴特金 总共有7名瓦格纳的高层领导 也就是说,瓦格纳集团的高层领导 在这次飞机事故中几乎全部身亡 这是想断了瓦格纳集团的根 想把瓦格纳集团给铲除掉 这显然是一个不合常规的空难事故 我看到许多网友发帖说 这明显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恐怖袭击 谋杀行动 也就是说,这次空难疑点重重 发生的太突然了 有这么几种推测 1.1,可能是俄罗斯的普京干的 大家都知道,普利格纳开始是普京身边的人 也是普京的心腹 谈到心腹,让我们想起一个词叫心腹大患 也就是说,严重的隐患就在身边 彼此相互太了解对方的性格、特点和能力了 通过普利格纳派乱一事 让普京感到了威胁 让俄罗斯也遭受了不稳的冲击 作为一国总统 他会干掉所有异己的力量 不论以前如何忠诚 一旦出现这种不安的症状 普京不会心软 更不会手软 加上瓦格纳集团有做大做强的可能 特别是在俄乌冲突正在紧张的时候 瓦格纳集团时不时的制造些麻烦 也是普京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干了普利格纳也不是没有可能 一点之二可能是乌克兰的资莱斯基干的 普利格纳在乌克兰战场特别是在巴赫木特之战 让乌克兰遭遇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瓦格纳集团声称乌克兰的新兵与瓦格纳集团作战 他们生存的时间只有四个小时 瓦格纳集团在乌克兰战场以排山倒海指示 打击了乌军 泽莲斯基多次表达要消灭瓦格纳首领普利格人 相信泽莲斯基有这个能力做到 比如杜金的女儿杜金娜遭到恐怖袭击 被炸身亡 谁干的呢 当然是乌克兰干的 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包括客工在内都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多次袭击 特别是在美国的兴列情报机构 以及布满世界各地的美国中庆局的人 想要知道形势高调张扬 做事不假隐瞒的普利格人的行踪 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说泽莲斯基要想干掉的也是有条件的 1.3可能是美国的拜登干的 尽管普利格人只是一个私人武装集团的首领 但是普利格人做事一惊一乍 让美国人一喜一忧 这让拜登受不了了 本来普利格人叛乱 让美国看到了乌克兰取胜的希望 情不自禁喜出望外 没想到普利格人突然转变了风向 要在欧洲制造麻烦 这让美国在欧洲的盟友紧张起来 不但在边境增兵还加强了边境地区的管控 就怕万一有个闪失 偶遇普利格人那就坏了 所以美国担心瓦格纳集团做大之后 对欧洲特别是对北约国家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决心除掉它 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北约集团的心愿 1.4可能是波兰的杜达干的 大家知道瓦格纳集团到了北俄罗斯之后 就在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附近安营扎寨 这让波兰总统杜达立刻感到了不安 况且白俄罗斯和波兰 波兰和俄罗斯一致都是相互仇惠 当然有历史的恩怨 也有现实的威胁 波兰是北约集团 距离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最近的果节是邻国 也是北约想灭掉俄罗斯的最前沿的阵地 因此瓦格纳集团在波兰边境驻扎下来 对他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 更何况瓦格纳集团首领普利格人多次说到 想要到波兰去旅游 想要到花山去看看风景 这下可吓坏了波兰 所以干掉他也是有可能的 1.5可能是瓦格纳集团内部的人干的 大家知道瓦格纳集团不是天板一块 加入这一组织的私人武装 每个人都是精兵强将 不但有干打干拼的勇敢 也有出目划策的智慧和指挥才能 都想当头投之有一个怎么办呢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会猜到的 以上只是猜测 如有雷同纯属是巧合 到底细节如何 以及瓦格纳集团的后续发展 他们的走向 瓦格纳集团的接班人是谁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